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你们这些当御史的 那个折子得花钱买 出个价吧 我诏数加倍 这老马还能敲国舅爷吗 说写就写 来呀 笔墨伺候 怎么写呀 写他巧射圈套 诡计多端 给他拉偏手 侮辱大臣 勾结外臣 图谋不轨 那个 写不写 他把贵女许给了下九流 自甘堕落 犹辱官威 写啊 写 给 他这 对 他处分怎么拟啊 义妈到底 发配黑龙江 不 发配云南 黑龙江老了 冻死他 云南路远 半道竟是野株林 对 那就先发黑龙江 后发云南 嗯嗯嗯 这谁也不帮忙 这怎么收拾啊 真是 好 妖子 有话要跟爹说呀 您真要去南京呀 双喜他们也是好意呀 姑姑都收拾行李了 天儿热了 也该晒谁被我了 他可是一门心思要去南京 嘴里光念的 树挪死人挪活 惹不起躲得起 你姑姑说得没错啊 您要是不去 国舅爷 真会把您怎么着吗 你说呢 那您就走 躲得越远越好 你呢 走不走啊 我不走 谁伺候姑姑 谁伺候您呀 水生怎么办呢 你真喜欢他呀 牛子 牛子 他也喜欢你 您不知道 雪生哥他人有多好 他心灵手巧 别人学徒要三年灵密结 他刚用了一年多 老板就要他上造掌勺了 他还尊敬师父 四海军上下都说他好 您不知道 您想没想过 咱是齐人 他是汉人 通不了婚呢 想过了 想过了还喜欢他 我想过 他归不了齐 我可以归汉呀 我宁可不要这个香白旗 就只当我生下来就是个汉人 我乐意往下走 还不行吗 可你那名还在齐集上呢 能说不要就不要吗 爹 牛子求您了 那你不去南京啦 不去 水生总不能跟去吧 你没把蓝姐姐披成两半 你干脆把牛子披成两半吧 甭哭 牛子不哭 不哭 不哭 都怨我这个当爹的没能呢呀 爹 不怨你 胡大帅那儿我心领了 咱们不走了 不走了 不走了 就在南城扎扎 生了根了 埋也埋在南城 爹 再还是走吧 你又盖主意了 我怕 我怕国家又来找寻你 水生那儿你忘了 啊 我这辈子跟不了他 还有下辈子 当爹的这辈子就得让闺女顺亲 就是天上下刀子 咱还能顶锅盖呢 酒 好 行家 南城行山义史桂兰山 伺候国舅爷 这不是桂兰山吗 怎么还在南城当差呀 没高升啊你 卑职等着国舅爷您的栽培 不敢当 你应该找胡阔海栽培去 他外放了两江总督 今天一大早就出了京城了 你怎么没跟着去呀 卑职的职守是在南城 不是在南京 还在南城扎下去了啊 死尸不离寸地啊 热土难离啊 好啊 那咱们接茬打交道 说实话 你真走喽 我没准还会想你呢 走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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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踏花里有花呀 我怎么没听出来啊 你比老爷还聪明啊 别急着往上窜啊 在家里种过韭菜没有 谁窜得高 先吃谁 这说好了去南京 怎么又不走了 这北京有什么好啊 你非赖着不走 瞧姐姐说的 北京城市快宝地 要不金元明清四朝都在这建都城呢 那是皇城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咱们在天资脚下那是德天独厚啊 就这小院子 咱们都住了六辈子了 你甭打岔 六辈子 八辈子也得挪窝 你自个儿干了什么你不知道啊 有胡大帅在给你撑腰 他走了谁给你打伞哪 那国舅爷是什么辩子 他能吃着哑巴亏吗 人家不用自个儿动手 使个眼神 那底下的人就全都给他办了 掐死你桂兰山 还不跟碾死个臭虫似的 大姐 您说渴了吧 我给你上点水 您请用茶 我不喝 那我 我给老姐姐装带烟 您抽一口 我还抽烟呢 我一肚子的活非炸了不可 兄弟我 认个错成不成 你还有错 那不就是个蓝姑娘吗 个鸭头骗子 嫁给谁不是嫁呀 早知道 我就把它断给国舅爷 那不就结了吧 你敢 大姐 您想想 胡大帅是今儿东明儿西 国舅爷可是不离本京城啊 哪头抗热我就靠哪头 你不怕让老百姓骂话了 我还怕祖坟让人骂炸了呢 大姐 换了您来断案子 他也得这么判 废话 那您说让我怎么断 你拍片我走人 看他跟谁找后仗去 吃吃吃也不怕撑死你们 这说得好好的 我连行李都打好了 你怎么又变卦了 哦 八成是你舍不得 那个勾魂的小金花吧 大姐 这跟人家小金花没关系 好 那不是小金花 你立马追胡大帅去 胡大帅人家这会儿早过了 济南府了 来不及了 我怎么摊上你这么个兄弟呀 我是一点都不省心 跪下 还跪下 你跪下 发誓 还发誓啊 你发不发 你不发我就掐死我自个儿 姑姑 您别掐 你 你怎么又在外头偷听窗口根啊 出去 娘子 出去 只要您能消了气 您叫我发什么事 我就发什么事 头一见 不许再提小金花 不提小金花 二一见 不许再招宰惹事 不许招宰惹事 你别管是皇亲国戚 王公大臣 只要是有鼎带的 你全都给我低着头 陪笑脸 说好话 人家抢男霸女 那是人家 没你什么事 大姐 那我不成了庙里的菩萨 光受香火不办事了吗 所以菩萨活得那么长久 像你似的 什么事都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遇事 撸胳膊挽袖子 你早晚奔了菜市口 那 那人家 那人家还不骂我 吃粮不管酸呢 你说我这官当的还有什么劲啊 谁的邪夹缴谁知道 人家又不跟你过日子 这些日子 我一闭上眼睛 就想起咱阿玛临死的时候 老百姓都说她好 可好人不常寿啊 都不得好死 可别传了代 兄弟 你答应我这一条 让我安生的过几年 别再跟你担惊受怕了承诺 我答应 咱爹妈可都听着了 你大声点 我答应 我答应 白来了 你就说吧 我就 我就答应你了 我答应你了 爹 您都捏碎了 一个也没剩下啊 还有一个呢 从今往后 你就管他叫爹吧 插个打混逗逗论 什么戏全拿他当佐料 可他自个儿从来没有单挑不易出 爹 牛子让你受委屈了 心子头上一把刀 忍 好死不如来活着 别的咱学不会 还学不会耍赖啊 这马上行何许人意啊 奴才跟他素媚平生 朕怎么看他这话 像是从你嘴里蹦出来的 那是他路见不平仗义直言 替奴才说了几句公道话 还是你指使他上了这折子 不打自招了吧 奴才出不了这口气 皇上 给奴才做主播 那牛牛 朕见过 不是什么国色添香 算了算了吧 奴才不是为了那牛子 恨桂兰山让奴才丢脸了 这都怪你 当时你要那个死的 那姑娘不就归你了吗 桂兰山事先应该告我一个底 哪怕他给我使一眼神 也算他仗义啊 他 简直不是个东西 朕倒觉得他这人有点意思 就让他在南城先待着吧 三老爷 三老爷 我们家有起事 什么急事 你爸爸死了 抢消帽子去 还是家着火了 让我到这儿走 扎胡同去 轿子来了 轿子来了 低头 来 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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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靠后 有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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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告状的 我是告状的 拿一下 我是告状的 别 Harriet 我是告状的 别 ważne 我是告状的 exile你住我的 月中 援救了 我是告状的 告状的 我是 别 Cycl 告状自有有私衙门 谁让你拦叫喊冤了 成何体统 回王爷 阁园告变了京城的大小衙门 没有人受理 万不得已 才冲穿了王爷的架 你口称阁园 出处何在 阁园原是督察院 呼广到监察御史 阁之后才遣送回原籍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赵 明乃谱 回王爷 是他 当初他被阁职遣送原籍的时候 就是奴才押送的 待在教后 回府 这 你该去督察院 搜门搜路吗 八大人批了八个字 无济之谈不予立案 你告到刑部去 刑部退回了壮旨不予受理啊 大理寺呢 大理寺 不由阁园分说 用乱棍将阁园打出了衙门 总还是有别的衙门吧 阁园也找过顺天府 部军统领 还有力部护部汉陵院 内阁大学士军机处 他们一个个无不筋肉寒蝉 避之有恐不及呀 你到底要告谁呀 阁园要告 安徽凤阳之府 告他官匪勾结 鱼肉百姓 颠倒黑白 暗无天日 你告凤阳府 应该告到凤阳道啊 凤阳道 已收受了之府的贿赂 他们官官相护啊 那就告到安徽寻府去 安徽寻府 邹成仁曾被阁园参过 他耿耿欲怀 不予受礼 我都忘了 邹成仁起父 调赎安徽了 我记得 前你回几时要你闭门思过 可你是极兮难改啊 那凤阳府 跟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吗 那倒没有 又是替人喊冤 不 阁园感同身受 不吐不快啊 你忘了你自个儿 吃几碗干饭了吧 以为自己在督察院 就怎么着了 阁园不干 阁园是一忍再忍 以稀释宁人自荐 然而 凤阳府残民已成 变本加厉 阁园忍无可忍 状子留下来 你先到外面候着去 王爷 明镜高悬 凤阳百姓 要救了 这凤阳府是谁啊 这又这么不堪吗 凤阳府是谁你都忘了 不是黑龙江回来那恩福吗 恩福 恩福是道远 怎么 一高就低了 实缺是凤阳府跟候补道 哪头陈呢 他明面上是受了处分 降职使用 暗地里偷着都乐翻了 梦里还山呼万岁呢 他梦里说什么你也听见了 他有人听见了呀 他那个太太牡丹红说的 这还有错 那这个状子 阿玛 依儿子说 是赵铁面狗改不了吃屎 无是生非 您就给恩福个面子吧 王爷 劈下来了 劈是劈下来了 可是还有句话 你得跟我回南城茶院 我好念给你听啊 南城 在这儿说不行吗 想听就跟我走吧 好吧 王爷渔 以革御史赵田面 既已革职 遣返如同贫民百姓 竟敢包揽辞词诬 诬告职官 胡说 胡说 拿下 则成 南城兵马司讲起 押送回元旗凤阳 交地方官严甲看管 再使纵逃为当地府县 是不回去 不回去 那就由不得你了 今儿天晚了 正好我回去收拾收拾东西去 不干倒凤阳府 不干倒东城人 我死也不回去 不回去 正好在小衙 委屈一宿吧 压下去 我不回去 我不回去 爹 这大半夜的 还上衙门当班去啊 当一听和尚 就得撞一天钟 当一天官就得上一天衙门 你自个儿发的事都记住了 我就是把自个儿姓什么忘了 我也忘不了老姐姐您得教诲啊 可不是我说的 全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对 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 头一条是什么呀 头一条我忘了 你能忘了 小军画 你看 人家刚把这人给忘了 牛给勾起来了 得 算我没说 二一条呢 闲事少管 睡觉养眼 行 还算你没救着夹夹面都给吃了 牛子 我记得 咱晚上吃的是打卤面呐 咱晚上吃的是打卤面呐 也得再找补一遍呐 您够要吕洞宾呢 有这么跟爹说话的吗 吕洞宾在哪儿 你自己瞧啊 我是说你不敢背试 不敢见小金花 可是我没有发誓 我能去见他 你见他干吗呀 给你传个书 递个解 捎个口信啊 别见了 他住着那个地儿 不是你能取得的 爹 谢谢你了 心领了 快回家 别向你姑姑着急 快点 回去 回去 把门关上 赵某人冤枉了 我赵某人冤枉了 谁在老李这儿值班呢 是老六 传老六 六哥 贵老爷传你 贵老爷 老李惯着什么人 九乙哥 哎呀妈呀 九乙哥 就勾强一台西 脑子硬合不上眼 什么案子 学习倒 反正命就送回老家了 老爷 老爷我还没审呢就判了 是我二爷交代的 那仨智慧 莫要跟你选啊 赵老人冤我了 奉莹百姓何苦 朗朗 朗朗乾坤 清平事件 这人间还有功力吗 你去把人犯提过来 我问问 仨智慧血了 管谁也不让剑呢 我不是谁 他说的里头没我 韩轩也是吗 等等 算了 让他待着吧 老爷你不审他了 是王爷交代的 我还省个什么劲啊 是王爷交代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少一事不如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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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你看我干吗呀 俺觉得老爷你编了 老爷我又不是孙悟空 会七十二变 俺不是啊 俺是学啊 老爷你想编了个印 要是再平息 您老听见喊怨 那早就剩汤了 什么 都得学乖长能耐 老爷怎么了 老爷也得学乖 那不审了 不审了 那 他要是喊破歉呢 这儿到我耳背 没听见 нал 安也学会了 人家 还有功力吗 在哪儿啊 伯雪 伯雪啊 你嗓子喊疲了也莫有用呢 你还是养活儿精神 水一角 你明天不是还要赶路吗 你还睡弥墨沾压吧 俺家有卧头 要是亮了 俺给你挥挥棍去 走不可 滚 你怎么把印 对 俺二杯 我听见 俺二杯 我听见 谁在外头 老爷 老六呢 看着犯人呢 犯人叫什么呀 叫什么赵乃普 赵铁面 乃普年低呀 放我出去 我要告一让 刚听说您回来了 怎么回子是啊 你不配和我说话 叫你们王爷来 叫你们整院的来 各位老爷 你别理他 他死留不懂呢 瞎说 赵老爷和我是一榜童年 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只有我不懂的 没他不知的 去给炮无叉抓好叶子 您帝啊 消消气 别气着自己个儿 你没升官吗 凑合活着吧 能在他们的淫威下 够言残喘 你也算有本事了 哈哈 哈哈 跟您一比 我活得窝囊啊 你想活得不窝囊吗 不说红义啊 只要你想就有机会 你把这状子 想办法帮我低上去 我帮你活得轰轰烈烈 死也死得漂亮亮亮 哎呀 年弟啊 您这哪是状子 这简直就是一把钢刀啊 您这状子要是够准了 连巡护邹冲人 都得吃不了 都是走 你敢不敢 不是敢不敢 是年兄我通天无路啊 你不敢 你怕丢了你的顶带 你怕死 还给我 我再看看 再看看 长夜无聊 我和年弟下一盘棋 嗷嗷天鸣 您看如何呀 你哪里是我的对手 人有尸首 马有尸体 要是年兄我侥幸 赢了您一盘呢 那咱们说好了 如果你输了 你就替我把这状子递上去 那要是我赢了呢 你怎么会赢 我是说万一 万一年弟您输了 您这状子就作罢 好好回家 不 我义无反顾 一告到底 您不敢跟我下 下就下 查赢了 你那么有好茶姐了 透了啥知回家吧 答复向其来 何必去找 口述其谱 咱们下盘盲其就是 一局定胜负 说话算话 你先走 炮二瓶无老套子 当头炮 我也炮二瓶 炮对炮 有这下法吗 我这叫 鱼四五破 三老爷 各位老爷呢 茶间去了 来 马二进三 这招叫留得青山寨 不愁没柴烧啊 鞠九进一 您那鞠还非出来不可呀 横空出世 那鞠嘴留着看家呀 飞向 向三进五 鞠九平六 破釜沉舟 马七进六挂脚了 你怎么僵了我 谁叫你顾前不顾后呢 这是马上行交我的 居四平二 炮八退八 残其炮回家 马五进七 想好了 想好了 不后悔 落地生根 不后悔 年兄我可就承让了 鞠九平三 我吃您个马 你哪儿又出来个鞠啊 这个鞠早就埋伏在那儿了 专当办马锁 这招就叫 鸣枪易朵案件难防 赵年爹 您的鞠马炮全没了 光剩个老盖了 还下吗 下 在下 在下您可就死了 我还有最后一招 同归宜尽 降五平四 鞠三平九 你怎么不僵 僵我呀 我那鞠也累了 他想回家歇着了 你应该赵僵 赵僵你就赢了 咱哥俩和齐吧 这盘不是和齐 你诚心让着我 退一步海阔天空 既然年帝已无力可拨 就明哲保身吧 我寻夜去了 鬼蓝山 你怀我壮子 我不要和你和齐 我不怕此 只要我还有三寸息在 我就要告 告导这些贪官污吏 还我清平世界 你喊什么喊你 鬼蓝山 谁呀 老贵 老尚 老贵 你可真是活明白了啊 他可是无可救药了 明儿个事 你要送他回老家凤阳了 上回就是我呀 圆汤化圆石 这是 这是 那就外脱了 哎呀 老赵吃亏 也就是吃亏在太耿直了 您甭说了 我知道 您跟他是年兄年弟 有把的交求 我保他一路之上 丁点委屈也不受 平平安安的回宫将即将 那我就谢谢了 马走 马 马走 卖花了 这干嘛呢干嘛呢 怎么进院子来了 卖花了 出去出去 听见了吗 说你呢 让你出去卖去 这不能卖花 出去出去出去 这位姐姐来串花吧 你看这花多香啊 让我看看 这花香吗 香 你闻一闻 不香不要钱了 晚相遇 晚相遇 不香不要钱了 行 卖花了 卖花了 不香不要钱了 卖花的 上我屋来 我挑挑 哎 有识货的 开张喽 好 来 妞子 快坐 你吃啊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要不我上哪儿见你去啊 是她 让你来的 她才不敢呢 是我自己要见你 你找我有事 去吧 包龙头 大肚 开风 扶我 你唱什么呢 没唱什么 说了 这脑门上还画个月牙 你又想当包龙头了 也不照着镜子去 哎哟 我也就是嗓子痒痒 人家包共是谁呀 开风扶隐 还外带着龙突阁的大学士 就好比 如今的顺天府 再加上个中堂的身份 你比得了吗 你不过啊 是给包龙头打劲的 哼了这么几句 就要遭大姐这一阵子数路 你唱包公干嘛呀 包公有三口同闸 你唱歌 你有吗 你两口同过都没有 包公 日断阳夜断阴 你成吗 你也探回阴山 让我瞧瞧 您说得对 你还不放心她 她那么大个人了 多少个人都追着她呢 要是她出一个错 雷准劈下来 要是您跟了她 常常劝着她 我的心也就踏实了 我 我拦得住她吗 拦得住 她就服你了 再说了 她都跟姑姑发过誓了 好管 发什么誓 两条 头一条 头一条我忘了 那条不要紧 最主要的是后面那一条 从今往后 少管闲事 别惹是非 她真发了 发了 跪在地上发的呢 路见不平 也不拔刀相助 往后就隔岸关火 见死不救了 光当甩手掌柜的了 对了 要真是那样 她还是她吗 你心里头还甭误服气 人在矮言下 谁敢不低头啊 端谁的饭碗 就得听谁吆喝 我也活不了多少年了 你等我咽了气再胡返 姐姐您长命百岁 日子还早着呢 往后你就别唱包龙图了 你唱个小放牛什么的 那小放牛我还真不会 不会就闭嘴 你别老跟那包公附了体似的 姐 这几天我可没招再惹祸呀 就冲你 我死了都闭不上眼睛 一天不给你续上弦 我是一天不安生 我有辙了 我托人给你提亲去了 明儿个没人就来 好久不见我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